好那引入链表之后的话 咱们就来说的话是第一个 对于单向链表 单向链表指的意思就是说 这条线是只有一个方向的 必须通过前一个节点指向后一个节点 你看箭头的方向永远是从头开始往后指向 所以这是单向链表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单链表当中它是有节点结构的 那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这节点会包括两个区域 一个是数据元素区 一个是下一个节点的链接区 这是每一个节点的构成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要达到这样的一个 单链表的数据结构 我是不是得找到第一个节点的位置在哪啊 对吧 我得通过第一个节点 就比如说我得必须知道第一个节点的地址是多少 我才能顺着第一个节点把后面所有的节点全部找到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对于这样一个链表 还必须有一个保存第一个节点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有了它 比如说看到图当中这个P就是指向第一个节点的位置的 有了P我顺着P就能够把后面的所有节点全部找到 然后呢注意一下尾部的这个东西 尾部的一个地方 看一下 这个地方画的是不是有一个一树一横啊 这在数据结构里面保存的时候指的是这是最后的一个尾节点 尾节点的下一个区域指向的是空 因为它已经没有下一个节点了吧 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点是不是都有一个数据区跟一个链接区 那尾节点的这个链接区指向谁呢 指向空 那这一树一横代表的就是指向空的意思 大家在看的时候也就能明白了 那这时候已经给大家引路的东西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节点我们叫做头节点 这好理解吧 第一个节点叫做头节点 最后一个节点叫做尾节点 好 那这时候有了之后的话 紧接着我们就要这时候对于链表来说 我们就可以拿程序来去写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拿程序来写了 我们需要定义出拿程序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大家想对于数据结构咱们用程序去写的话 应该定义成什么样的方式 是不是得定义成类啊 对吧 上午跟大家说了吧 有一个ADT的概念 还有印象吗 我们产生一个数据结构的时候 要把关于这个数据结构以及他所支持的操作放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啊 形成一个整体的话 这时候就是面向对象当中一个类的概念吧 对吧 所以我们对于数据结构再去实现的时候 一方面你要去解决数据的保存问题 另一方面你要去定义出来对于这样的数据结构到底支持哪一种操作 看一下我们再去实现这个单链表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讲的话要实现哪些操作呢 要实现的是判断一个列表是否为空 列表当中是否有真实的节点存在 还有一个链表的长度是多少 通过函数来定义 紧接着通过trile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便利的把链表当中的所有节点全部打印出来 再有现在这里面是不是给了一个ADD啊 这代表的是从链表头部插入元素也可以改变名字啊 然后还有一个append代表的是从链表尾部插入元素 还有insert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pose 也就是说在pose指定的位置上面去插入一个元素 atom还有一个remove吧 删除节点 这删除节点的话 是指的我们仿告的list的话 list列表是不是可以调用remove的方式 把指定的元素给删除掉呀 对吧 那列表当中去执行remove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在吧 有一个特点在什么 列表当中假如说存同时存在着多个 看一下这个 一个列表 这时候 二二三四对于上面这个列表里面 是不是存在多个三呢 如果我指定点remove三的情况下 那它是把三全部删除掉的吗 不是吧 它是删除从左边找到的第一个吧 对吧 那我们对于咱们自己定义的列表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去 从列表头开始找到的第一个元素给它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写一个search的方法 用来判断某个元素是否存在 这时候想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类的方式 来把这个列表的数据结构给实现出来了 数据存储以及 以及这样支持的方法 我们都已经给定义出来了 就需要用类来实现了 好 那这时候的话 先管操作 我们往后放 先来看 我们得实现最基本的东西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数据单元 这样的一个节点 咱们怎么来实现呢 这一个节点咱们怎么来实现 数据区是不是比较好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实现的链表保存的都是整数的情况下 那也就是说对于element来说 我们在去构造节点的时候 只要让这个节点类当中有一个整形 是不是就能把这整数给存起来 这好理解 可是这个链接区域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看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链接区域实际上应该存的是一个地址类型的东西吧 可是在python当中 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接触过地址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是吧 我们今天写的这个数据里面 是不是都没有一个地址在呀 在别的语言当中 比如说在c当中 对于地址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数据类型的 加一个信号就表示地址了 那在python当中呢 没有 没有的话咱们怎么来去实现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又要对python进行 扩充了 大家要想一下 对吧 forums 进行